近十年来 中国海军的发展相当迅速 并且自其开始向远洋型队伍转变之后 中国海军受到全球的关注也越来越多 最近在海军节将近的时候 又有网友爆出猛料 这与海军两款备受关注的战舰有关 此前辽宁舰完成了其六年以来的首次改装升级 最近首艘国产航母也完成了第五次海事 这也意味着其距离服役的日子越来越近 也让人们对于四月份海军建军七十周年的盛大节日充满了期待 不过有趣的是 不少网友表示 这届军迷朋友真难满足 吃着碗里的还想着锅里的 这不 从最近网友爆料出的照片就能看出来 在国内著名的军事论坛上 出现了一张14075分段出现的照片 虽然照片当中传体的分段被打了厚厚的马赛克 但这立刻激起了军迷朋友们的好奇心 不过从照片当中仍然能够看出一些端倪来 毕竟这个船体的分段还是十分明显的 并且还可以看出 当前075的建造工作还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 其作为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大型两栖作战舰艇 早前就有消息透露称 它很有可能在今年建造完成并下水 此前 075型的吨位应该同美国海军黄蜂级两栖攻击舰相当 排水量应该在四万吨左右 而作为两栖攻击舰来说 其不仅吨位更大 同时还能够完成更具有多样化的任务 并且其垂直攻击能力和登陆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在未来航母编队的远海作战当中 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外一些军事观察人士分析 075型很可能将搭载30架左右的直升机 同时还具备四架同时起飞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 在075分段的照片之后 网络上有传出一张新的江南船厂的照片 根据照片的内容和配文可以猜测 这似乎是我国正在建造当中的第三艘航空母舰 但究竟是怎样的 情况还不得而知 不过 相信在即将来临的海军节 相信届时将会有更多出乎意料的惊喜 在等着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